两名香港人先后在11月中旬返港 在富豪机场酒店隔离时就住对面房 结果都感染了目前最强的南非新型变异株 引发变异株借由国际旅行传播的担忧 设计一名36岁南非敌港的印度男子 另一名病例是其酒店房间对面的62岁加拿大返港男子 由于他表面的刺涂蛋白有32个基因突变 是Delta变异株的两倍 换言之攻击性更强 新型变异株在南非镇快速扩散 主要集中在年轻人 由于它出现了抗体耐药性的突变 引发专家对疫苗有效性的担忧 伦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所长认为 新变异株很可能是在一个免疫力低的新冠患者 感染过程中演变出来的 可能是在一名未经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身上 目前英国已经暂停了南非及其邻国的航班入境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